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糊涂了 于是金老爷又出去买了另一支钟 并且将它放在了厨房里 三点五十分 我得尝尝其他两支钟 他飞快地跑上阁楼 可阁楼里的钟却只向三点五十二分 他跑下楼来到卧室 卧室里的钟是三点五十三分 我还是不知道哪支钟才是准确的 他只好出去再买了一支钟 并且将它放在了门厅里 四点二十分 他说道 接着他飞快地上了阁楼 那的钟指向四点二十三分 他又飞快地下楼来到厨房 那的钟却指向四点二十五分 他又飞快地上楼来到卧室 卧室里的钟竟然是四点二十六分 这简直糟透了 金老爷没招了 所以金老爷只好去找钟表师傅帮忙 他问道 我们厅里的钟是四点二十分 阁楼里的钟却是四点二十三分 而厨房里的钟是四点二十五分 我室里的钟是四点二十六分 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对的 于是钟表师傅决定去金老爷家 看看那些钟 门厅里的钟指向五点整 这只钟一点问题都没有 钟表师傅说 不信你看 厨房里的钟指向五点零一分 我没错吧 金老爷激动地大喊着 你的表是五点整 但是现在已经过一分钟了 你看我的表 钟表师傅说 卧室里的钟指向五点零二分 百分之百正确呢 钟表师傅肯定地说道 你看 阁楼里的钟指向五点零三分 这只钟也没问题 钟表师傅看着自己的表说 你看 这只表真是太妙了 金老爷说 于是他立刻出门买了一只表 自从他买了这只表以后 所有的钟都非常准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